火星塞壞了 或是引擎墊片 老化又漏油 一定非得找修車廠嗎 那可不 今天我們直接現場把引擎整個拆開來 教你怎麼樣 克服火星塞故障的問題 還有火星塞的狀況排除之後 車子可以更省油嗎 甚至行駛抖動的問題也能夠改善嗎 同時來看看 如果你車子有異音 這個狀況都排除了 但它找不出原因 其實可能是車內的燈有問題嗎 今天教你怎麼檢查 所以今天晚上10點 TVBS56台 地球黃金線 也不要努力 但是可以來努力